今天跟大家一起买牛仔裤 去通过判断印象牛仔裤的细节 看看这条裤子到底是好或坏 选牛仔裤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看它的当线 这个是一个实质当线 这个当线缝合的位置 断开的话 今天我们穿上去的时候就卡吧 但像这种实质当线 就是这边是一车线 挽回来 来回实质车的话 那么像这种穿上去 就会比较舒服一点 基本它这里 这个当线都是车的比较好 接下来就是上腰的部分 你看哦 这根车线 用手摸的话 它不会有明显的那种拉手的感觉 那这种穿上去就会比较舒服 如果我们是用手摸 它都有点个手了的话 后腰就会很痛 这都是做工的问题 买牛仔裤的时候 我也是习惯性地把它翻出来 看看它的里面 像这个它就是正常的做工 给它锁了个边之后 又把它烫平了 如果就稍微做得不太好的话 它的工艺一般就是 这边会像波浪一样 整个卷起来 因为它车线一车 这边都扯不住了 更贵一点的品牌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红边 会整个把它包起来 就基本看不到明显的线头 把圆的档位上的话 最后裤子已经做得很好 去看拉链的位置 因为一般牛仔裤的拉链 它这个做的就是中等 这边的缝合处 它可能没有做过锁边 但是因为它整体做得比较平整 所以穿上去的时候 它这边是会比较贴合的 如果不够贴合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 它缝得有点歪歪扭扭 那么一般我们拉链一拉 这个地方就全部都会鼓起来 其实我觉得每个地方的位置 就是看它的做工平不平整 它稍微做的做工再更好一点的话 是所有的缝线都会给它包起来 这样子在即便穿脱的时候 里面都是看不到线头的 也可以注意就是 它腰盘的这个位置 正常比较多的都是 这边有个裤盘 这边有个腰盘 它可能是缝合在裤子外面的 那如果是稍微工艺感要再强一点的话 可以把这个腰盘 直接缝在这个裤盘里面 像这种 它就是整个腰盘的位置 它是压在这里面的 它是多了一道工艺 这个其实就会更劳酷一点点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牛仔裤 它们的工艺已经做的是 中等偏上的水平 已经做得很好了 挑不出毛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细节 在裤子的当线位置 一般都会有个到V口 V的跃身 它一般就是跨的位置会收得更紧 如果是稍微 比如说是直筒一点的裤子 你会明显的感觉 它的V没有那么V 那就是它的当线 跨当的位置是比较偏宽的 真的很懒得试裤子的话 观察这几个点 应该就能判断出 它到底合不合适 感谢观看